Hello大家好我是红红 夏天快到了 就是像这种路肩的上衣或者是背心 我们都要开始穿起来了 可是像那种就是肩带要是露出来 它不就很尴尬吗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两个万能的肩带隐形的方法 适用于你衣柜里或者是夏天 所有需要露肩膀的衣服 记得点赞搜索啊 不然你夏天要用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我们直接把右边的肩带解开完之后 从你的腋下绕过你左侧 就是右边的前肩带绑到这儿 左边的肩带也是 你又这样子把它绕到右侧 把它卡住 你看它就会变成抹胸 就可以解放你的肩带 完之后你又不用担心它会掉 只要你需要露肩膀的区域 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 然后接下来这个方法就是属于那种 如果你想露单肩 但是是胸围比较大的女生 先固定一个肩带不动 然后把右边的肩带给它解开 从后面绕到前面来 跟右边的这个肩带扣给它卡一块 你们可以看我就是我背面的样子 这个地方它就会有一个固定的肩带 这边肩带也是保留着 然后你这边就可以穿那种露肩 露右肩膀的话 就把右边的肩带绕到左边来 这样支撑力也够 你就不用担心胸会一直往下掉 这种方法就很适合你们 就是穿那种露单肩的时候穿 因为就比较有安全感 也不用担心就是内衣会一直往下掉 因为它呈托力会比较好 好啦 这两个方法你们学会了吗 夏天就是不喜欢带那种胸贴 但是又喜欢穿露肩的女生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去试一下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去试一下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去试一下